北溪一号即将再次关停 全球农业价格再次升温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最近农业价格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抬头 美国原油的价格 从之前较低的86美元每桶 来到了现在的97美元附近 天然气的价格 在上周也是触及了10美元附近的高位 近期比较大的一个基本面的变动 就是从今天开始 俄罗斯将中断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3天 目前北溪一号的天然气的输气量 仅为满负荷状态时的20% 目前欧洲的天然气价格 以及电价也上升到了惊人的水平 目前大概比俄乌战争之前要高出10倍以上 并且很多能源投资公司的内部人士表示 欧洲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建成足够的基础设施 才能使天然气的价格大幅的回落 在明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天然气的价格仍将很高 就如同疫情期间各国由于需求的减少 原油的价格暴跌等因素 大幅减少了对油田设施的修缮和建设 导致原油供应的提高速度 无法与疫情之后快速增长的需求所匹配 最后导致了油价的快速拉升 天然气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个人认为 在俄罗斯限制天然气供应的背景之下 在全球加多玛丽建设天然气设施的情况下 天然气价格在未来半年的时间之内 仍然会在一个高位震荡的走势 其实不光是欧洲 就连日本也开始未雨绸缪 寻找天然气的替代来源 目前对天然气的价格来说 最大的两个变数就是 俄罗斯到底会不会完全切断 对欧洲天然气的供应 以及今年冬天到底有多了 原油方面 近期沙特频频传出要减产的声音 却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就是因为美国以及其盟国 频频释放原油的战略储备 试图打压油价 另一方面是近期的一核协议的谈判 一核协议对于原油价格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会更大一些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原本计划 在9月份实施的增产计划 上周美国原油的价格最低触及 86美元每桶附近 并且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很快 该协议对于原油市场最大的影响 就是如果协议通过的话 会使伊朗的原油进入国际市场 从沙特以及欧佩克加的角度来看 是绝对不希望伊朗的原油流入市场的 因为从目前放出的消息来看 如果说伊核协议通过 那么伊朗每日所能提供的原油 大概在150万桶左右 约占整个欧佩克加日供应量的5% 而且从历史来看 伊朗进入市场之后会疯狂的开采 捞乱市场 这也是为什么沙特不惜以减产来威胁美国 也不想让伊朗进入市场的原因 另一期比较热点的事件就是 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的发言 由于其极其英派的言论 美股出现了暴跌 美元再次突破前高 在说行情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 鲍威尔讲话的重点 首先是对于通胀 一定要将其控制在2%以内 并且在这个加息过程中 一定会出现震痛 但相比较长期的通胀所带来的痛步来说 美联储还是会选择短痛 其次就是利率会继续升高 物价的稳定 对于经济的平稳运行十分重要 并且这也是美联储智力要做到的 为了达成这些目标 鲍威尔表示 一个不寻常的较大的加息 可能会在下次议席会议上出现 那么具体加息的力度如何呢 还要根据9月份的各项数据来决定 鲍威尔还表示 一个月的CPI下降 不能够说明之后的通胀 就会稳步下降 美联储并不是非常的乐观 总之啊 这是目前的加息还不能停 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 每年只有一次 往往会议上发言的 就是各个央行行长对于 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宏观看法 所以啊 根据鲍威尔的言论 我个人觉得对于美元来说 起码在整个加息周期当中 还是继续看多的 包括从技术面上 美元依旧处于一个上行通道 短期来看 可能会随着情绪的回落 美元也出现回落 但是中长线还是比较看好的 当然也是要结合 即将到来的9月份 美联储必须会议的结果 另外配合着我们的加息日历 本月有澳大利亚 美国 日本 加拿大 英国以及欧洲的利率决议 将会陆续公布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节奏 配合着短线 相信都会有不错的机会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为我们评论 点赞以及转发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